欢迎来到绿影时光 还送了她玩偶当生日礼物 默默在偷拍照片时 偶然发现了梁小霞和郑重之间的奸情 偷偷地用手机拍了下来 之后千语在小保安管辖的车库 遭遇了汽车被破墨时间 千语的丈夫郑重责问小保安 要求她负责 热心的默默在一次和她外出途中 偷偷给她传了郑重出轨的证据 默默还在继续偷拍郑重和梁小霞 她跟踪两人来到偏僻的住所 在那里遇到了千语 原来千语是个典型的百夫妹 在她爸公司看上了彼时 还是小职员的郑重 郑重当然没有拒绝千语 只是说不上是因为人没有拒绝 还是因为老板女儿的身份没有拒绝 梁小霞的故事里 她本是发廊的洗头小妹 一次郑重来洗发 两人之间擦出了火花 很快滚到了一起 年轻的肉体和相似的背景 让郑重愈发沉沦于和梁小霞之间的感情 两人在开车外出时 遇见了迎面开车而来的千语 突如其来的意外提醒着她 自己富足宽裕的有钱人生活 全部得益于自己的妻子 而她也不想实施这一切 郑重最终决定和梁小霞结束关系 给了她二十万 在梁小霞假装的若无其事中 结束了这一切 拿了二十万的梁小霞 最终没有选择结束 她拿着这笔钱来到了郑重的小区 在她楼下开了煤甲店 只是为了时常能见一见 这个让自己痴情的男子 千语邀请默默到自己的私人公园 看自己种植的玫瑰 在交谈期间 突然有红色的液体从天而降 染红了整个屋顶 赶来的郑重连忙跑的花园 安慰自己失魂落魄的妻子 而世心的蹊跷远远不止如此 没过多久 千语便全身沾满红色液体 出现在了大楼底下 两人的儿子也在不久之后失踪了 事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 三个人之间究竟还有何种关联 在儿子失踪后 郑重又一次来到了梁小霞的梅甲店 以为郑重是来劝自己离开的梁小霞 和他聊天 可满心以为是他主导了有期事件 绑杀了儿子的郑重 拿起了烟灰缸 奋力地向他砸去 害怕失去现有生活的郑重 杀害了梁小霞 可笑的是 梁小霞最后也还是想握住郑重的手 默默在地下停车场 发现了郑重儿子的玩偶 前去找小宝安报个线索 却在他房间听见了小孩的哭声 得知是小宝安绑架小孩的默默 赶紧离开 选择了报警小宝安 却带着小孩上了顶楼 千语主动站出来要和小宝安谈判 在千语的视角里 我们得知原来泼墨也好 绑架也好 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 只是想要他自行解决 和梁小霞关系的手段 帮凶正是王宝全 而王宝全为了钱 自愿和千语进行了交易 在这场交易里 他终于与这些上层社会的人 处于同一平面 他得到了情 得到了色 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尊严 一生想挤进上层社会的他 终于可以坦坦荡荡地 走进有钱人的房子里 可以随心地让他换衣服 甚至还能够得到他的身体 交易的最后 王宝全从高龙上 纵身而下 告别了自己这一生 至于千语 他仍旧翻看着那本 《无字的玫瑰圣经》 故事结束了 所有的悲剧也都结束了 为了一己思欲和贪念 从此踏上没有回头的道路 影片采取了平行蒙太奇的叙述方式 抽丝剥剪 最终揭开谜底的一瞬间 不禁从心底发出一丝 可悲的感叹 没有对等的爱情 对不属于自己金字塔顶 无限的渴望 可怕的窥探与好奇心 也许是悲剧的最终解释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